我为了成为死神 在精神病院友好的照顾阿飘 后面有脚步声 玩家 好小子 要不是我反应快了一些 拈死金牌就得用在这里了 你跟在我身后 也没安什么好心吧 我只是好奇 能在黑夜行动的第三个玩家会是谁 第三个 此时金发男走了过来 拿到了吗 费了些功夫 但还是拿到了 你也有拼图 咱俩这个还有点像哦 我说我的拼图怎么一直有反应 原来你手上也有一块啊 随即金发男流露出一副想抢的表情 怎么 想抢我手里的这块吗 那你估计得脱一层皮了 新人 你的底气从哪来的 靠那把锤子吗 你可以试一下 别动手 你会吃亏 为什么 因为他叫张小凡 在季岭公寓 获得16.0评分的张小凡 我低个乖乖 我这么出名的吗 怎么样 还要动手吗 朋友 刚才我就开个玩笑 别介意 既然你手上也有一块拼图 有兴趣加入我们吗 呵呵 你这种笑里藏刀的合作 我没兴趣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既然我们利益相同 笑里藏刀的合作又如何 我就喜欢你这样坦诚的人 不虚伪 合作愉快 据我推测 拼图很可能有12块 并且这些拼图只有晚上才会出现 也就是说 这几天晚上我们都得出来寻找 我们分开寻找 黑夜里有很多不怕油灯的鬼 一定要小心 我们继续找吧 油灯的时间很宝贵 不是用来给我们老科的 话说你昨晚没有白烛 也没有油灯 是怎么撑到天亮的 我有我的办法 你看到黑夜的那些东西了吗 究竟是什么 哎 那是真正的梦魇 你们不会想知道的 30分钟后 无论找没找到碎片 在这里集合一次 哎 这么大的医院 该去哪里找啊 我知道哪里有线索碎片 但是凭你的实力 去了也是送死 那你说个屁啊 读过 你要是给我两块几品太岁肉 我就可以开启第二只眼镜 保你安全 行吧 系统出来 买两块几品太岁肉 购买长工 给你 得嘞 随即 瞥眼晃晃 造完两块肉 即刻睁开了第二只眼镜 就是这种感觉 真美妙 跟哥走 带你拿碎片 随后 瞥眼带着张小凡 来到一楼大厅 就是这里面 进去 你确定 这里面可是很可怕的 你俗傻 你未来可是死神 你怎么能怕 你先进我再进 真是个怂蛋 随即 两人低调的走了进去 里面有一个老头 闭着眼看着电视 旁边放着一个碎片 老人家 你旁边的那个东东 能给我吗 下一个 老头抓住了张小凡的胳膊 你干嘛 放手 放手啊 恭喜宿主触发了 这几隐隐藏任务 老人一直很孤独 夜晚总是一个人看电视 陪老人看完一部电影 可获取那个碎片 只有获得那个碎片的奖励吗 是的 那我陪他看个屁啊 干掉他不一样能拿到吗 理论上可以 那实际上也可以 小眼 快 上我身 没问题 老头 把碎片交出来 我可以考虑经典揍你 剧本不是这么写的 你要陪我看完电视 我才能给你 啰嗦 给我嘎 这么轻松就拿到了 这个老头这么猜的吗 不是他猜 是我太强 不能白吃你两块几品太碎肉啊 倒也是 哈哈 随后张小凡回到约定的位置 这是另外两个玩家也刚好过来 你们现在身上有几个碎片 我两个 我还是一个 那加上我的 咱们一共有五枚碎片 现在我们拼一下 说不定能看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我同意 下一刻 几个人的碎片自动拼到了一起 嗯 这个东西是什么 怎么看着如此的眼熟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这么明显 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撞 反正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这个线索是一个女人了 接下来我们只要找到所有的碎片 确认这个女人是谁 基本就可以结束这个副本了 不早了 回去睡衣会 明晚我们再继续寻找 很快就来到第二天 展现的一天又开始了 小凡投赛了五一万家 拍上五一万家 祝你们好病 准时你们的工作吧 随即张小凡向楼下走去 看到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进入了厨房 好 好 好